2024年巴黎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塞纳河的水质终于达标 国家队自带空调也被辟谣 作为本世纪出地球村的遗老遗少 虽然我不怎么看体育比赛 但是我却喜欢看世界人民大团结 大家好,我是九江老魏 我爱奥运会,我需要奥运会 今天的影片咱们就来聊聊奥运会 上一次巴黎举办奥运会正好是100年前1924年 那个时候从北京到巴黎坐船需要三个月 现在北京直飞巴黎只要11个小时 100年前的那场巴黎奥运会 为现代奥运会留下了许多遗产 它确立了闭幕式的升旗仪式 分别升起国际奥组委的旗帜 本届主办国以及下届主办国的国旗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它还打造了奥运村的概念 第一次专门为运动员建了住宿生活的地方 1924年以前 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把参赛者安排在酒店 成本很高 后勤安保也是大问题 100年前的巴黎市政府 决定在赛场附近建一个奥运村 专供运动员的居住生活 于是主办方改造了自来水厂的配水小木屋 在里面放了床和简单的家具 每个小木屋能居住三个运动员 虽然有点简陋 但是奥运村里还专门设了邮局 外壁兑换处 理发店和餐厅 是一个特别牛的创意 另外 1924年 奥运会首次进行了广播直播 奥组委也开始将奥运会的摄影摄像 独家授权 第一次将奥运会的摄影和电影专有权商业化 这个商业模式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896年的第一次线奥运会 是不允许女性参赛的 1990年虽然允许女性参赛 但是她们的成绩是不被计入官方成绩的 她们获得的奖品不是奖牌 而是一个镀金的瓷碗 直到1924年 巴黎奥运会 国际奥运会才正式通过了 允许女性参赛的决议 女性运动员的成绩 终于进入了官方记录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比例 预计能达到50% 从禁止参赛到奖牌榜的半壁江山 这个艰难的旅程女性朋友们走了整整100年 这次奥运会的会徽 是由圣火和玛利安娜女神 共同组成的一个形象 玛利安娜女神是法国大革命后 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她代表着自由平等博爱 同时也表达了对女性运动员的致敬 这次的巴黎奥运会超之严重 光塞纳河的水质改造就花了14亿欧元 为了节约开支 新建的场馆非常少 95%的赛事 都会在现有体育场馆和临时场馆举办 开幕式也是首次离开体育馆 在赛纳河上举行 运动员们将乘坐160多条船 在河上巡游6公里 轻松惬意 不用走路 游船将经过协和广场 巴黎圣母院 荣军院 卢浮宫 埃弗铁塔等巴黎地标建筑 为了提升现场的观看体验 赛纳河畔安装了80个大屏幕 和精心安置的音响系统 每个国家代表团的游船上 都配备了摄像头 全世界的观众可以近距离 看到运动员的一举一动 上游码头的观众位置是免费的 下游码头是要收费的 总共能够容纳60万人观看 是传统体育馆的10倍 海明威曾经说过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 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 不论去到哪里 他都与你同在 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即将把这句话 变成实实在在的画面 关于比赛场地 早在申办阶段 巴黎奥组委就提出 将城市运动融入自然风景的理念 比如把协和广场改造成 城市运动公园 霹雳舞 三人篮球 滑板 自由式小轮车 这种比较新 观赏性极强的项目 都会放在这里 霹雳舞Breaking 是第一次进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不知道在协和广场上的比赛是什么样 是一对一battle 还是像体操一样看动作打分 凡尔赛宫 花园的中心位置 搭建了一个拥有两侧看台的临时比赛场地 将举行马术比赛和现代武像 凡尔赛宫看马术盛装舞步 想想就很带劲 这还没完呢 巴黎大皇宫看基建和跆拳道 荣军院广场看射箭 马赛港看帆船 优雅 实在是优雅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项目值得关注 就是中华龙洲赛 它是第一次作为表演项目在奥运会亮相 期待赛纳和尚 鼓声震天 巴黎的盛宴不仅仅体现在开幕式上 还体现在赞助商上 爱马仕提供马鞍和头盔 薰尼师提供酒水 这是最基本的 LVMH集团花了1.5亿欧元赞助 它旗下拥有LV 迪奥 薛尼师和上美巴黎 LV发挥特长 设计了奖牌箱 火炬保存箱 以及奖牌托盘 一水的老花 棋盘格看起来十分优雅 珠宝老字号 上美巴黎 曾经的王室御用珠宝商 为约瑟芬王后设计过王冠 奖牌的设计就是它负责的 浮雕工艺 让奖牌看上去非常立体 还有流动的光泽感 还用超高的保时镶嵌技术 在每块奖牌上嵌了一块铁 不要小看这块铁 这可是从埃菲尔铁塔上 拆下来的废铁 让每个得奖的运动员 可以把巴黎带回家 说起奥运奖牌 有意思的事特别多 1988年汉城奥运会 意大利赛艇运动员 戴维德·蒂扎诺 获得金牌 他太开心了 一跃入水 没想到队友也跟着跳下来了 正好砸在他身上 金牌掉到水里不见了 后来潜水员花了两天 才把金牌找回来 可是奖牌真丢了怎么办呢 可以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提出申请 会提供奖牌的复制品 但是不提供挂绳 并且奖牌上会印有复制品的字样 注意根据奖牌设计的复杂程度 需要缴纳500美元至1200美元的费用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今年有没有运动员丢失奖牌 看看上美巴黎的设计值多少钱 得奖的运动员为什么在拍照的时候 都喜欢咬着奖牌呢 第一种说法 运动员们就是想咬一下 鉴定一下奖牌是不是金的 第二种是为了配合摄影师 拍出自然真实的照片 咬住奖牌可以活跃气氛 还能让人笑得比较自然 咬金牌也是有危险的 2010年2月 德国冬奥会上一名雪橇选手 咬金牌的时候用力过猛 把门牙崩掉了半颗 据说第一个咬着金牌拍照的运动员 是短跑名将乔治瑞格斯 在一次采访中 他说 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总是给我们买那种 用金纸包着的硬币巧克力 我就是想确定 我的金牌不是巧克力做的 现代奥林匹克 已经有128年的历史了 在这100多年 全人类经历了战争 瘟疫 和平 发展 曾经有一届奥运会 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 1932年 国际奥委会批准德国柏林 为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可是 这个时候的德国 已经落入了希特勒的掌控之中 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希特勒认为 奥运会是个理想的宣传舞台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需要我的年轻人 强壮和美丽 我将用所有的体育科学 来训练他们 我需要爱好运动的青年 这是首要的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将采取这样的方法 去消除2000年来的训化 我将获得一个个纯粹 高贵的自然材料 用它来创造一个新的德国 1936年8月1日 第11届奥运会正式开幕 希特勒穿着一身军服走入会场 到处都是纳粹的旗帜 奥运五环旗 被安置在很不显眼的位置 这届奥运会 第一次使用电视转播 比赛现场安置了25个导播室 而且第一次有了 圣火传递的火炬接力仪式 燃烧的火炬 从奥林匹亚出发 穿越7个国家 希腊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 匈牙利 捷克斯勒伐克 奥地利 纳粹德国 到达奥运会赛场 距离超过3000公里 总共有3422名火炬手 参与了火炬接力 沿途的大部分国家 和德国的关系都非常紧张 但是为了支持奥运会 都允许火炬接力 穿越自己的国土 然而火炬 却是由军火生产商 克鲁伯公司制造的 希特勒这么做的目的 是把纳粹德国 和古希腊联系起来 强化亚利安的种族优越性 并且利用火炬游行和集会 吸引德国人 尤其是年轻人 参加纳粹运动 这还是第一届 拥有纪录片的夏季奥运会 导演名叫莱尼·里芬斯塔尔 片名是《奥林匹亚》 拍摄这部纪录片 使用了胶片长达40万米 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后期剪辑 发行了德语 英语 法语 意大利语 四种版本 纪录片分为两个部分 人民的节日和美的节日 拍摄阵容十分强大 光是摄影组 就有120人和30台摄影机 实验了水下摄影 微型摄影 在运动会场里 还专门挖了摄影坑 专门拍摄比赛的特殊角度 这部纪录片 放弃了对奖牌 和统计数字的展现 用巧妙的剪辑构思 充满光彩的画面 虚实结合的拍摄手法 描述了奥林匹克 从远古到现代的渊源和传承 隐喻人作为天神之子的骄傲 可是所传达的这种骄傲 是特地给希特勒 和纳粹主义而打造的 1939年9月1日 以浩克和平为口号的 奥运会举办国 纳粹德国 闪击波兰 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届奥运会非常特殊 1952年奥运会 在芬安赫尔辛基举办 按照惯例 主办国的元首 会在开幕式宣布奥运会开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 要在闭幕式上宣布闭幕 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 在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后 忘了宣布奥运会闭幕 所以这届奥运会 也被称为永不结束的比赛 巧的是 这届比赛真的没有结束 1952年10月15日 在朝鲜必同战俘营里 一场特殊的奥运会开幕了 福管处 从六个战俘营的 一万多名战俘中 选拔出500多名优秀选手 举办了一次 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设置了田径 球类 体操 拳击 摔脚 拔河 等27个比赛项目 开幕式在朝鲜必同中学操场举行 福管处主任王阳公 担任大会主席 在友谊进行曲中 运动员 裁判员入场 美军战俘 小威利斯斯通 手持火把 跑步进入会场 绕场一周后 把火把交给大会主席 王阳公点燃了 主席台上的火炬 奥林匹克五环旗升起 战俘营奥运会 正式开始了 战俘们担任摄影师 波音员 记者每天比赛结束后 都会发布新闻通讯 奥林匹克棕述 比赛结束时 还有颁奖仪式 奖品都是从北京 上海沈阳采购的手工艺品 有景泰兰花瓶 弹箱木扇子 玉石项链 丝巾 手帕等等 这场特殊的奥运会 是战争中可贵的和平 在战争中 体育带来了 短暂的和平与希望 在和平时 体育是团结和友谊的象征 熊熊燃烧的圣火 缝合分歧 超越国界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